好也是让很多消费者真的买的时候吓了一大跳 怎么会这么贵啊 这是台北士林夜市传出 有陆客到现切水果摊来买水果 买个五六包您知道多少钱吗 竟然就要750块 到底是买了什么非常贵的水果 我们走访了台中冯甲商圈 实际的买水果摊的水果 再买一般水果行所卖的水果 两边实际称称看 结果冯甲的水果摊的确是贵了一些 那么主要是因为有包含像是租金跟人力成本等等 但是这树林夜市所卖的750元高价 还是让人听了觉得蛮离谱的 水果切好整齐写摆在塑胶袋里 牌子写名每包20元三包50元 我们在冯甲夜市的现切水果摊 买到这六包水果总价要100块钱 我们再拿去传统的水果摊 问问看到底要多少钱 趁着结果以每公斤来算 番茄水果摊要104元 水果行只要66元 相差38元 把乐水果摊要88元 水果行只要74元 相差14元 凤梨的部分水果摊每公斤足足贵上22元 因为我们的种类也多产品也多 所以相对的我们跟他们的进货量 都这些跟价钱都有相关 工资的部分 然后租金我们一定是要选择在闹区的地方 租金成本也会比一般的水果卖场贵 四平大小的水果摊位于黄金地段 一个月4万元的租金 加上雇摊人力 不得不将费用算在成本里 难怪会比水果行还要贵 不过却传出台北士林的水果摊 有人一买竟然高达750元 可能是他们代销的工吧 然后有一些去脂啦 去皮啦 所以会这样吧 夜市的水果摊标榜走累了 随手买即可吃 尽管价钱高了一点还是有人买 只是750元的高价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中文谈弱以陈佩顺 李孟章 陈宇柔 台北台中采访报道